嗨,大家好,我是Nake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这一期还是介绍三里县的美食 今天还是在河口湖站 介绍一家具有当地特色的火锅店 今天介绍这一家 哈亚西小布小布 门面装修是很认识的居酒屋 三里县只有这一家 2006年开的不算是老店 从车站出来不行21分钟才到 估计小伙伴会闲远,不高兴去 而且这家店是晚上18点开始营业的 早上不营业 这家店能够使用四次保护款 微信银联不能使用 店内28个座位 有这样的吧台 也有2-6个人做的座位 我是开店就进去的 所以没有人 之后人就开始多了 这个是我们的座位 下面有放包的篮子 不错哦 这家店晚上火锅 有四种套餐 分别是 甲州富士英猪肉 三里县的品牌猪肉 特色脂肪含量少 猪肉味浓郁 这两种套餐 就是一个加鸡肉丸子 一个没有 价格差300日币 两人分起 内容就是两道前菜 加上猪肉 蔬菜品牌 主食可以选择 米饭和面 最后有一个冰淇淋 还有富士林猪肉 在富士河口胡丁 饲养的猪 特点具有甜味浓郁的 脂肪和Q弹的肉质 套餐内容一样 可是价格不一样 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两人分的富士林 加鸡肉丸子套餐 主食选择面 还有极品雪花 黑毛和牛 是宫崎牛A5级别的 特点 肉质软嫩 富有高级油脂 内容也是除了 肉和价格变了 其他都一模一样了 这个是里面最贵的套餐了 还有一般的雪花牛肉 也是A5级别的 估计部位不一样 不是稀有部位的牛肉吧 所以价格比刚刚的套餐 便宜不少 还有一些单点的菜 蔬菜色拉 豆腐 炸鸡 下韭菜之类的 毕竟只有火锅 也是吃不饱的 肉一上来 就知道这个量不多 每一份十片肉 而且切得很薄 不知道有多好吃呢 接下来就是两道小菜和蔬菜 还有鸡肉丸子 锅底看上去也是清汤寡水的 很健康 日本人就是喜欢少盐少油 调味料的品种都是挺多的嘛 估计吃的时候就要靠调味料称肠面了 还有三种酱料 这个青椒加上肉末吃一下 青椒的口感非常的脆 像在吃黄瓜一样 而且水分很多 味道有点甜 肉末是鲜甜味道的 没想到这道冷菜很好吃 海韵和上一期的相比 根本不酸 淡的 没有味道 口感倒是挺滑的 再把鸡肉泥 蛋黄 葱花 混合在一起 做成鸡肉丸子 之后放入各种的蔬菜 接着 先来一片肉吃吃看 帅个十道五下 应该就可以了 第一眼 就看出这个芝麻酱了 哇 芝麻酱味道浓郁 这个猪肉很嫩 入口即化 倒是不至于 的确是好吃的 和一般猪肉相比 还是有区别的 柚子醋酸酸的 这个肉吃起来 比一般的猪肉要香一点 可惜不是自主餐 一片一片吃觉得不过瘾 吃到一半 发现了这个东西 哦 原来是吃的方法 和调味料的搭配 我就选择了 主厨的推荐 按照主厨的推荐 该家的东西全都加好了 蔬菜就和其他店里 吃到的口感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调味料里面 加了辣油和蒜泥 吃起来也算有点味道了 蔬菜也就是卷心菜 金针菇 小葱菜和水菜 酱油里面放了芥末和大蒜泥 说实话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味道就是酱油味的水煮蔬菜而已 鸡肉玩着还是不错的 因为里面有软骨 口感嘎嘣脆 鸡肉也是很鲜美 蘸上芝麻酱味道不错 粉丝口感和味道也是和那种麻辣汤垫的差不多 这个面口感还是挺滑的 挺劲道的 最后还有一个冰淇淋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香草味冰淇淋 因为上面淋上了黄豆粉和黑桃蜜 所以卖相和味道就上了一个档次了 总结一下 没有吃饱 肉之又吃片 肉和鸡肉丸子虽然好吃 但是吃起来不过瘾 蔬菜什么的都是马马虎虎 最后点了一份炸鸡 味道和其他的店里差不多 价格有点小贵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关注留言收藏加分享 下期再见 拜拜